哈喽,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大年初四 你是不是有跟家人一起出游呢? 农历过年的时候 好不容易大家有很长的廉价 所以都会全家一起出游 这其实跟在欧洲 他们的耶诞节廉价很像 我就想起了 之前我们耶诞节 在奥地利的妻子饭店 还有很多的影片都还没有剪完 所以我就借着这样子 全家出游的氛围 我就来跟你们聊一聊 德国人对旅游的想法吧 这是我们之前待的那家 奥地利新子饭店的一个lobby 他在耶诞节的时候 一样有摆出这个圣母 诞生圣鹰的这个雕塑 那这个雕塑 非常的普遍 在德国或者是奥地利人的家庭中 我们家也有买一个小的 就是会在耶诞节假期的时候 把它摆出来 来这家饭店度假的都是家庭 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在家里弄圣诞树 所以这间饭店就提供了小孩子们 装饰圣诞树的一个活动 每一个德国或是欧洲家庭吧 都会有好几箱的这种耶诞节的装饰品 我们家呢好像也有三四大箱吧 这些装饰品在耶诞节前 就会把它从地下室或是储藏室里面拿出来 然后清点过后呢就会开始准备装饰 这件装饰的大工程 通常是一个家庭的妈妈 会带着小孩一起来弄 所以每一个德国的妈妈 在耶诞节假期之前 都会互相在那边吐苦水说 压力好大 又要开始装饰 又要开始弄东东西 然后煮一大堆东西 这样子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过年非常的像 我们这些忙碌的妈妈们 忙完这些琐事之后 出来度假也会想要去轻松一下 就是去一下按摩 Enjoy massage 80分钟 个别化的温室 还有就是不同的按摩手法 80分钟93块 3000多 现在觉得很怀念台湾的按摩 我个人觉得台湾的生活 比德国好的有两个地方 对我来讲 第一个就是之前提过的弄头发 就是台湾的弄头发 真的弄的比德国好 非常非常的多 姑且不论价钱 就是其实在台湾也不见得便宜 只是德国是又贵又不好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按摩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常常肩颈都很紧 就是肩膀这边 还有后背这边有一个 大概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放松 然后我就有买台湾的泰式按摩的优惠券 就是你买了十张 它会送你免费一次 那每一次是1400块 可以按两个小时 德国的按摩大概是一分钟一块钱欧元 如果你有遇到比一分钟一块钱欧元低的 就已经算很便宜了 所以我在德国真的非常的少按摩 来到这边七年 我觉得按摩的次数应该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吧 带着小小孩出来旅游 的确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你老是要帮他服务东服务系的 没办法真正的放松 就算我们找的亲子饭店 可以帮我们偶尔带带小孩 不过晚上还是要接他回来睡觉啊 我要尿尿 我要尿尿 好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姐姐的床 弟弟 为什么 你去戴眼睛 为什么 你跟爸爸讲为什么 为什么 爸爸 你 你带眼睛 你带眼睛 不要你再带眼睛 不要你再带眼睛 你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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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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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的奧地利特有的甜點吧 第一個是這個木耳在襯衫裡 它主要的構成成分就是巧克力蛋糕淋上巧克力醬 第二個就是這種一圈一圈的奧地利可麗餅 我本來看到它的牌子寫Shinken以為是鹹的 沒想到居然是甜的可麗餅了 旁邊這個還是巧克力口味的喔 和德國人的習性一樣可以淋上香草醬或是櫻桃醬 弟弟又活過來吃薯條了 這邊的每一餐小孩子都有他們的小孩buffet 最受歡迎的當然就是現烤現做的pizza囉 我們大人的套餐 今天它的湯是要在buffet的地方自己拿的 有各式各樣的湯啊 有各式各樣的湯啊 豆腐啊 這也豬菜清湯啊 前餐 弟弟有完永肚子餓了 弟弟吃牛排 我要教你這樣子 一點點燙沒關係 這是Enterboost嗎 這個Enterboost 這是鴨胸 姊姊也拿了 Spaghetti Bolognese 這是Souvi的 Souvi的小牛肉 我的是羊肉 在前幾集的親子飯店 我們有聊到 德國人在飲食和度假方面 都有很深的執著 德國人他除了會去同一個地方 度假很多很多次之外 有的人他甚至 在一個地點買了一個 Ferrier Volnum 就是度假的公寓 意思就是他每次 要度假的時候 就會開車去他的那個 度假的公寓住上一陣子 這些度假的公寓 通常都是在海邊 或是陽光充足的地方 他們最常見的度假模式 就是躺在沙灘上 然後曬太陽 一整天什麼事都不做 放空自己 有時候在海邊會看到 一起曬太陽的老夫婦 兩個人就靜靜地坐在一起 各看各的書 甜點來了 這是巧克力 上面是巧克力 在下面 這個是 banana 這家飯店的所有飲料 都是24小時供應 像這台WF的咖啡機 就是我每一餐 最後一定要喝一杯的 它有chibo的咖啡豆 或是bill的咖啡豆可以選 來到德國的這幾年 我現在很能享受 海邊放空的時光 可是Ferrier Volnum 就是所謂的度假公寓 我就不太能接受了 因為如果是出去玩的話 我總是想要多看看這個世界 我不想要每次度假都去同一個地方 然後要走的時候 還要把那個地方打掃乾淨 如果有了新的喜歡的度假地點 還要把那個公寓賣掉 真是麻煩呀 梨蒂 你吃什麼口味的 梨蒙口味 你很喜歡檸檬對吧 祝大家過年旅遊愉快 我們明天見吧 拜拜